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思悲念佛 独众生 方向世事求众生 生命电视 一大四大悲心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老郭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主要负责狼社里 那四五只狼的卫生和饮食 他胆子非常大 进狼管打扫清洁 就像进鸟族管一样 既不带电棍以防万一 也从不事先 把狼反锁进水泥房社里面 老郭 你要做什么呢 打扫狼社 打扫狼社 你就这样贸然进去 难道不怕那些狼伤害你吗 小王 你不知道 老郭照顾那些狼很多年了 他都是这样 只带着一把扫码 进去打扫狼社的 这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狼啊 是食肉性的猛兽 其实狼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看狼字是怎么写的 一犬一梁视为狼 所以他们也是有良知的 这怎么可能啊 狼这个字比狠字多了一个点 也就是说 很多一点就是狼 是吗 或许狼是狠了一点 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良知啊 老郭 他真的不会有事吗 当然 不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嘛 老郭走进狼社后 便开始打扫起来 那几只狼 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果然没有一点 要伤害他的意思 哎 老郭 刚才你在里面打扫清洁时 我真替你捏把冷汗 那些狼 怎么就不会伤害你呢 我说过 这些动物通人性 我天天给他们喂食 他们怎么会伤害我呢 那 你瞧 我胳膊上的这道伤痕 就是被路舍里的那头公路 给弄伤的 哎呀 看来那次你伤得不轻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我刚来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月 负责管理路舍 我觉着在动物园里 招聊路是最好的工作了 他们那么温顺 不会像那些猛兽一样 令人恐惧 就在这时候 一只母鹿跑了过来 他睁着大眼睛看着小王 小王一眼看到了 那只母鹿脖子上的毛 被树浆草枝弄脏了 粘成一块 于是 小王伸手给他梳理着脖颈上的毛 你看你 这是怎么搞的 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就在小王为母鹿清理毛发时 一头公鹿朝小王发起了攻击 哎呀 不好 小王转身要跑 但是回时已晚 熊鹿的鹿脚撞到了小王的胳膊 然后将其撞倒在地 小王受伤的胳膊不停地流血 他惊恐地看着愤怒的公鹿 正盯着自己还要发起攻击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呀 自从有了那次经历后 我就不再信任那些动物了 即便是温顺的鹿 都会给我造成伤害 更何况 凶猛的狼呢 我想那是因为 正处于发情期的公鹿 我以为你要伤害他的伴侣 所以才会找你发起攻击 也就是说 你和那些鹿 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情感 和动物建立起真正的情感 这可能吗 当然了 我年轻的时候 就和两只狼成为了朋友 当时我不过按时出头 带着两位年轻的动物学家 进入了山林 里面好像有什么动物 我来照照看 哎呀 好像是两只小狗啊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小狗呢 这个洞又不深 把他们抓出来看看 不就行了 哎呀 还真是两只小狗啊 这哪里是什么小狗 这是小狼 啊 小狼 刚刚乍看之下 真的像狗啊 这两只小狼 已经饿得奄奄一袭了 我想他们的父母 应该已经遭遇不测了 这么说这两个小家伙 已经成为孤儿了 真可怜啊 他们这么小 没有父母照顾 会死掉的 不如我们养着他俩吧 嗯 这主意不错 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我看这两只小狼 我们就当宠物养着好了 这可是狼啊 怎么能养呢 即便是狼 他们也是小狼 有什么不能养的 就这样 这两只小狼 便留在了科研队 并在大家的照料下 一天天长大 他们就像狗一样听话 跟着大家跋山涉水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科研队完成了探勘任务 要回都市了 小郭 谢谢你这一年来 给我们的帮助 你真是一个好向导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真不舍得你们 我们也会想念你的 这两只狼 也得和我们分开了 是啊 就让他们留在这里吧 毕竟这里才是他们的家 原来就在动物学家们 乘坐着车离开时 那两只狼疯狂地追着车子 追赶着好长一段距离 最终才放弃追逐 当车开走时 那两只狼朝着车开走的方向 发出一阵阵伤心的嚎叫 有了那段经历后 我便开始相信 即便是狼也是有良知的 现在狼社里的那几只狼 也都是我从小未大的 他们怎么会伤害我呢 几天后 狼社里的一只母狼生产了 然而不幸的是 他产下的小狼夭折了 那只母狼或许是悲痛过度 有点神经质了 他把小狼的尸体紧紧搂在怀里 深情地用舌头舔着狼仔的皮毛 其他狼稍一靠近 他便凶稳地熬叫起来 摆出一副殊死搏斗状 吓得其他狼都躲得远远的 让小狼的尸体一直留在狼社里 可不是个办法 是啊 那样很容易滋生病毒 引发瘟疫的 不过瞧母狼现在的样子 谁敢把那只小狼尸体带走啊 是啊 谁要是感动一下那只小狼的尸体 这只母狼会跟他拼命的 老郭 你过来一下 园长 有什么事吗 老郭 那只小狼尸体得清理掉啊 放在狼社里可不行的 嗯 我早就想把它给清理掉了 只不过 没等到合适的时间 哦 合适的时间 没错 就是现在了 说着 他朝狼社走去 众人急忙盯着他走进狼社 狼社里 那只母狼正涌着小狼尸体 昏昏欲睡 老郭走进狼社后 装作漫不经心的四下走着 像是在散步一般 啊 老郭的胆子可真大啊 他竟然就这样徒手进去了 他今天可是去抢小狼 不是清理整洁啊 是啊 老郭他这样做 的确是有些太冒险了 以我对老郭的了解 他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的 就在众人交谈间 老郭冷不防一把将小狼的尸体 从母狼怀里抢了出来 母狼一惊 立刻弹跳了起来 老郭伸手将小狼的尸体 朝狼社的铁丝往外扔了出去 小狼尸体被扔到了铁丝往外 那只母狼狂叫着朝小狼尸体追去 结果却一下子重重地撞在了铁丝往上 那只母狼盯着铁丝往那边的小狼尸体 然后一下接一下地撞击着铁丝往 撞得他剧烈晃动 而老郭则趁机离开了狼尸 他来到铁往那边接手了小狼的尸体 然后隔着铁往和母狼对视着 你放心 我会好好将你的小孩埋葬的 当天晚上 狼尸传出一声声凄厉的吼叫声 彻夜不息 第二天 老郭像往常一样拿着扫把 要进狼尸打扫清洁 老郭 你这是要做什么 打扫狼尸啊 打扫狼尸 你昨晚没听到那只母狼叫了一夜吗 他现在恨痛你了 你这样进去 他还不咬死你 我了解那只母狼 他心地善良着呢 说着 他打开了铁门 走进了狼尸 然而当老郭刚一走进去 那只母狼便狂叫了扑了过来 一下就把老郭扑倒在地 闪亮亮尖利的狼牙直逼他的喉咙 不要 老郭有危险 老郭他太大意了 别说是一只凶狠的狼 就是人背放过度 也是会丧失理智的 赶快叫警卫来救 老郭 别担心 我们叫人来 老郭他这是干嘛 他好像是让我们不要帮他 他究竟想干什么 老郭躺在地上神色镇定 既不反抗也不挣扎 更让人诧异的是 他还抬起脖子 将醉意受到致命伤害的颈部 暴露在狼牙下 说也奇怪 他的这个看起来极其愚蠢 任狼宰割的动作 对母狼却像是发布了一条 不准试咬的禁令 狼嘴变了起来 呜咽了两声 从老郭身上跳离开来 垂着尾巴低着头 像似逃跑似的 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啊 这怎么可能 那只母狼 居然就这样放过他了 老郭他真是太厉害了 老郭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老郭 你怎么知道 那只母狼不会动气 往死里咬你呢 狼聪明着呢 其实他心里明白 我抢走小狼尸体 是为了他好 他把我扑倒 无非是要发泄心里的委屈 那只母狼将你压在身下时 你干嘛要将最脆弱的颈部 露出来呀 他要是一口咬下去 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 在狼群里 两只狼打架时 当输掉的一方 不愿再打下去时 就会把罪易受伤害的颈部 破露在对手的狼牙下 而胜利者是绝对不会 狠毒的一口咬下去 哦 原来如此啊 怎么说来 这些狼已经将你 当成他们之中的一员了 是的 所以我说狼也是有良知的 一犬一良视为狼嘛 只要彼此熟悉 彼此认可 那你完全可以信赖 一只看起来非常可怕的狼 嗯 你说的有道理 虎王和鲜王 在山林里 生活着一只 脸上有一道伤疤的老虎 它个头巨大 且凶猛无比 山林周围的村民们 都称呼它为虎王 韩老板 这三位是村子里 最优秀的猎人 你是这里的一村支掌 请你帮我跟他们 解说一下我的来意吧 嗯 兄弟们 这位是来自都市的韩老板 他家里有一位病人 需要老虎的新来入药治病 所以想让兄弟们帮忙 逮一只老虎 抓老虎 我们这里只有一只老虎 可是谁敢去抓它呀 可不是嘛 那可是虎王啊 搞不好老虎没抓到 还把命给赔上去 韩老板说了 谁要是抓到了老虎 赏三万元 怎么样 有没有人愿意挣这三万元呢 啊 三万元 这么多啊 你愿意为了三万元卖命吗 三万元是不少 可是我们没本事挣到啊 怎么 你们嫌钱少吗 韩老板 你给的价格不少 但一有所不知 我们这边山林里的老虎 是一只虎王 哦 虎王 没错 它的身躯 要比普通老虎大好多 而且特别聪明 要想抓到它 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们之前也在山林里布置了一些陷阱 想要抓住它 可是那家伙太狡猾了 不管我们把陷阱设置得多么隐蔽妥当 它好像都能看透一般 而且它非常凶猛 我亲眼看到 它对付拥有五六只狼的狼群 就像驱赶苍蝇一般 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 要不咱们叫虎王啊 整个山林就是它的天下 它发生一声吼叫 森林里的动物都要褪比三射 那真是太好了 医生说了 越是凶猛老虎的心效果越好 虎王的心脏那真是太完美了 五万元 谁要是能捕获到那只虎王 我远出五万元收购了 五万元 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冒一下险呢 五万元实在是太有人了 值得冒一下险 其实我们猎人们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进山林捕捉虎王 那样既提高了成功率 又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以免被虎王攻击 嗯 这主意好 韩老板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把那只老虎给你带来 好的 那就拜托各位了 就这样 村子里的猎人在山林里 布置下了天罗地网 就等着虎王自投罗网了 然而四五天过去了 他们连虎王的一根毛都没看到 虎王不会是知道 我们要抓他 所以躲起来了吧 很有可能 这个虎王实在太聪明了 既然掩不来他 那我们不如去找他的洞穴吧 虎王的洞穴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啊 是啊 虎王他狡猾得很 我想除了枪王 没人能找到他的洞穴 对啊 枪王他一定能找到虎王的洞穴 我们去找他来帮忙吧 枪王是村子里一位老猎人 据说整片山林 没有他捕猎不到的猎物 为了抓到虎王 韩老板想恳请 早已收枪多年的枪王 再次出山 这位老板 我已经收枪了 你还是请别人吧 那只老虎除了枪王你 谁能猎到呢 如果你嫌价少的话 我再加一万元 又加了一万元 那可是六万元啊 钱再多又怎样 我们没本事赚啊 这不是钱的问题 韩老板 你还是另行高手吧 柱子送客吧 枪王的儿子柱子 送韩老板和几位猎人 走出了门外 小伙子 你父亲为什么不愿再打猎呢 如果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几年前有一次他去山林狩猎 那天他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从那以后他就收起猎枪 不再打猎了 真是可惜的这么一位好猎人 柱子 你父亲就没教授你一些打猎的技巧吗 之前他的确教授给了我很多捕猎的知识 因为那时候他希望我也成为一名猎人 但从他收起猎枪的那天起 就再也不提让我成为猎人的侍了 原来这样啊 柱子 你也跟父亲学了不少本领 不如你和我们一起去捕猎那只虎王吧 对 对 柱子 你可是枪王的儿子 一定有办法抓住那只虎王的 如果你能带着我们抓住虎王的话 我们愿意分你一部分赏金 好吧 那我就试试吧 就这样 枪王的儿子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 便瞒着父亲偷偷地带着众猎人进入了山林 很快他们便发现了虎王的居所 哦 柱子 你不愧是枪王的儿子 果然厉害 别说话 注意洞口 虎王 虎王 他在动你 别慌张 虎王应该不再动你 这是一只小老虎的声音 那样最好 只要小老虎在我们手里 就不怕虎王不来 我们只需要布置陷阱 等他来自投罗网就行了 这主意不错 来 我们一起去抓住他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虎王通常是不会将他的孩子 独自留在洞穴里的 啊 这么说 虎王就在这周围 他在哪里 在哪里 然而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虎王正面露凶光地透过树林 看着远处的那些人 然后 捏手捏脚地朝他们接近 这次大家进山林捕猎虎王 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枪王的儿子也掐入了 你是说柱子 枪王不是不让他在进山捕猎了吗 你们说什么 柱子他进山捕猎虎王了 是啊 他们进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好 这个柱子胆子太大了 他哪里是虎王的对手啊 枪王飞快地跑回家 拿起了尘封已久的猎枪 跑进山林 当他来到虎王洞穴时 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 柱子伤痕累累地坐在地上 恐慌地看着不远处的虎王 而他的枪就在虎王的脚下 虎王踩着猎枪 缓缓地朝柱子走了过去 虎子 虎王听后一愣 他扭头寻声看去 当他看到枪王后 眼里凶狠的目光竟然缓和下来 变得非常柔和 爸 救我 虎子 他是我的儿子 放过他吧 虎王听后看了看枪王一眼 然后又看了看柱子 他发出了一声吼叫 小老虎从洞里钻了出来 接着他带着小老虎走进山林 我不是和你说过 不要再打猎吗 你不但不听我的 还打起了虎王的主意 都是那伙猎人拉我入火的 他们还说只要捕猎到虎王 赏金分我一半 谁知道虎王一出现 他们却都吓跑了 只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爸 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 我今天可就死定了 对了爸 虎王为什么会听你的话 他看起来和你很熟悉的样子啊 当年我之所以收枪不再打猎 就是因为他 啊 是因为虎王 不对啊 你收枪已经好多年了 那时候虎王应该还是一只小老虎吧 没错 那时候他的确是一只小老虎 年幼的虎王跟着老虎妈妈在山林里行进着 他非常火泼好动 一会儿围着虎妈妈转来转去 一会儿就独自朝前方跑一段距离 然后再折返回来 而虎妈妈则慢悠悠的在行进着 山林里的一棵大树上 枪王手拿猎枪坐在一树枝上 突然他像是听到了什么 急忙朝前方看去 只见虎妈妈带着年幼的虎王走了过来 竟然是老虎 看来今天会有大收获了 那一次我在前面挖了一个陷阱 陷阱里布满了某有锋利尖头的竹子 原本我是想用这个陷阱来捕捉一头野猪的 可没想到一大一小两只老虎竟然朝着陷阱走了过去 哎呀 不好 这只小老虎先走过去的话 陷阱可就暴露了 然而就在小老虎快一脚踩中 覆盖在陷阱上面的伪装物时 他身后的虎妈妈大吼一声 然后一个纵身朝陷阱那里扑了过去 他重重的叠进了陷阱里 天哪 他怎么会突然窜过来啊 当我来到陷阱旁 却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一幕 那只虎妈妈 已经被尖锐的竹签 刺得千疮百孔一命呜呼了 小老虎虎落在虎妈妈身上 没有受到很大伤害 但脸上也不小心被划伤 留下一道伤痕 原来是这样啊 虎妈妈发现了陷阱 但她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不惜牺牲自己 用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真是太伤害了 真是太伟大了 可怜的小家伙 你这么小 独自在山林里要怎么活下去啊 好了 不要叫了 我现在救你上来 就这样 我将那只小老虎从陷阱里救了出来 而那只为了救自己孩子 失去生命的虎妈妈的举动 让我感到震气 因此 我就决定放走那只小老虎 爸 是不是从那天起 你就决心不再打猎了 是的 那只老虎义无反顾 扑向陷阱的情景 一次次出现在我面前 我再也没有办法端起猎枪 面对那些动物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后来呢 后来你见过那只小老虎吗 何止见过 如果没有我 它独自在野外 怎么可能长大活下去啊 啊 原来虎王是你把它从小养大的 没错 当初他母亲舍身护子的举动 感化了我 而他也记得我的养育之恩 由此可见 即便是猛兽 也是懂感情 讲情意的 嗯 爸 你说的话 我会紧记在心里的 我以后 也绝不上山打猎了 户名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祈福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实 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1年2月4日 大年初四 2月5日大年初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 保护措施 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下旬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童瞻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这是一年 一年来地 可以认识 可以认识 这一年来地 可以认识 可以认识 实际 上海 這個地方就是大道庭 房子是大道庭的 把這個小道庭帶動到大道庭 大道庭還可以帶著小道庭 可以說一個家庭 不然是人三五也好 自己也好 都可以贊助使用 可以帶動我們的主題 可以使用 無法無法 由你自己進化去 來接受法師傅的開始 法師傅的開始 可以帶著家庭 一家歡樂和歡喜 可以接受福安 所謂佛法的力量 可以帶著家庭 不然是老婆也好心 不然是師傅都可以來 不但來學父 所以我們在家 設一個小道庭 便宜大道庭 便宜 所以你的心比較重要 在師傅我都堅定了 因為現在先下庭 我們自己先下庭 帶來帶動 謝謝這些華宿的人 帶來討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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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請師傅做答 首先我們剛剛說了 祖先死後 會有六種的可能 三善道跟三惡道 他除非在三惡道裡面做鬼 而且很執著著